好的 欢迎回到SFL第三轮第二节的比赛 这一轮将是由民国王家来对上V6 这个东大队 那东大这边上来的阵容是先锋SAKO中间东大本人 最后大将 大将G4料 他们放了两个场手角色在这个客场阵容上面 他们是准备迎接FOTO的制裁是吧 FOTO看到这个阵容肯定很开心的呀 那个美华直接上了对吧 无论打SAKO还是打最后的G4料 都是信手捏来好吧 随便打 那最后他们这边是决定了用FOTO来对上SAKO 做一个先锋 我觉得放大将比较合适 毕竟有20分呢 而且这20分稳拿 他不强吧 我有时候就是不太理解他们的一些思路 说不定 最后的G4料是要让谁 让明皇上去打 用这个加米 可能也是一样的结果 因为加米打瑜伽也还行的 这个版本的瑜伽为什么他比较强啊 主要还是因为本来可以针对他的一些角色 都变弱了 那美华玩家本来就很少 就FOTO这一个对吧 那他就没有什么天敌了 但FOTO一出来天敌就出现了 好那今天的这一场的话是由FOTO的美华来对上SAKO的迈奈特 这也是一个经典的用这个美华去打长手的对局 其实跟打瑜伽差不多 而且我甚至觉得迈奈特在面对进攻的时候更加难跑 他跑路的手段更少 你瑜伽还能在空中飘一飘搞一搞 你迈奈特有什么呀 连VR都不能交 对吧 你VR交出来肯定被FOTO抓掉了 也就是说他那个反抗的手段比瑜伽还要少 那我已经有点不太敢想象接下来这个残暴的画面了 今天SAKO里边带的一个VS2加VT 没什么话头 还是要搞一些骚的 哇 上来直接用喊麦来挡你的球 一个麦砸到腿上一波就进墙角了 这边还用屁股连续地做 就直接找你赌命 FOTO打的就是这么爽快 很多时候就不想太多 那SAKO上来拿到一个很大的机会 反手一个头 在这个点上面 中拳压过来 一个重要残倒 不给动不给动 过去清掉连打 这个用VT确认掉你的V闪 这里VT还可以再压 来用V闪躲掉两波 可以 这边所有的V槽用来交V闪是吧 也就是说就这一个逃生手段 但现在这个逃生手段 并没有帮到他出这个版面 FOTO自己进去了 这个版面是什么东西 SAKO更加离谱 他把他投出来了 What happened 这边在一个投 FOTO手上一个满资源VT一叫 就强攻了 没斩掉没斩掉 这冲过去扒了猛干 我靠 很恐怖 任何一个常手角色对上FOTO这种 很慌 真的很慌 FOTO最后的那个机会 两个人都蛮怪的 都各自要往这个板边去跑 FOTO那个还能理解 跳青鸟下来硬责 反正你已经进斩杀线了 那SAKO那个往外投是什么意思 很怪 很怪这把人 这一招 裁桌 可以连一下 这边V闪躲掉 一巴掌拍倒 前前 嗚呼呼 堵命 三拳上连 这里指定头没有抓中 看一下SAKO这次不要把对手往外丢了吧 对空 好的 挑中了 接近到了 指定头好的 一手V闪躲掉了 躲掉以后 最后的一丝血 不会有什么故事可以讲吧 这边连三拳都挥不出来了 因为霸体的话 它不支持 在没有血的时候去用 就等于是说 这个点上我要少一个猜的选项 没有东西可以猜了嘛 SAKO这里上来 想偷个机 投一下 没有投到 FOTO这边稍微放慢了一下节奏 中角 哎呦 残忍的画面即将开始 这边三拳拍完 清拳抢掉 好的 FOTO要重新组织一下进攻 这边确认的很清楚 看到对手喊麦的时候 你别跳过去按一个中角啊 你按的话就要被打了 这时候不按 落地直接投 正解 好 那现在FOTO这边还在找智慧 哎呀 这下一个空对空 你后跳清拳 我能理解你 前跳清拳 这落下来 等于是让FOTO折你啊 别这样 CA直接凹 凹了一个CA 可以缓解一下 看一下接下来后续怎么打 先把球拉回了吧 球已经在手上了 不好意思 这边VS想对一下 对不到 太远了 又一点点开始接近了 手上有个VT 直接喊出来 就可以给你博命了 来 靠过去了 哦 好收球 前前过去 再一发头 只是一丝血 SAKO 啊 这脚没有踩中 FOTO这边 下中掉 VT喊 开始考试 我这个点上 SAKO好勇 他在对手喊VT的时候想吹头 但是在最后的点上面 还是被抓到了这下指定头 你的V闪呢 闪了一万年 最后不闪了 刚才应对对手的这一下VT 也可以用V闪 算准对手落下来的时间 SAKO这边选择了一个更加大胆的做法 直接前走过去用头 那头的这个瞬间哪怕对手拆了 我也有一个无敌的判定 对吧 就可以把对手的这一波进攻给消耗了 我觉得做法上面是非常好的 但是架不住FOTO是个猛男 即便你能解掉我第一波 我后面还是能找到机会能够穿过来 一般的一些美滑的选手 面对SAKO的这种牵制就很难晋升了 但FOTO有一百种方法 随便紧 我说你看对吧 就你发现这种高手像毛哥什么的 那种突进机的命中率都是很高的 他们总能找到一个正确的时机去突对手的脸 这就是一种高手的直觉 他们的直觉比一般人会更准 这你说不上来的 就以前一直说像FOTO那帮人都学学学手 很多时候运气就特别好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我没有理解到位 这个夏中全靠过去就被抓了 那距离是有点远的 启动的话SAKO那边有反应的时间 但是老年人能够反应几次呢 注意力消耗是很快的 现在FOTO这边血掉虽然是落后的 但是只要一个机会就够 SAKO那边很努力不断的消磨对手的血掉 FOTO这边还喊 喊的有点久了 哎哟 下一个指令头你别吃啊 我告诉你啊 你别吃到指令头啊 这一发指令头要你命了 夏中角VT 哎哟 这个续玩的指令头 哇哟 直接带CA也是有加成的 秒了 这个伤害很恐怖的 哪怕说现在SAKO手上有一个半血以上啊 都直接秒掉了 这没什么好讲的 你给他睡到这么久的一个vs时间 心理压力直接拉满 SAKO慌了一批 这个时候他什么都不能吃 指令头不能吃 这个打击也不能吃 对吧 打击吃到了 然后一个CA代入 他手上可以做的选择太多了 SAKO怎么算对手都可以秒自己 这个点上就已经有点无解了 这一波 七个麦喊完以后为什么SAKO要动啊 这对手一个重拳值在单发吹人进了墙角 结束了 这还打什么啊 开局落后这么大的血量 人还在厕所里呆着 完了 这一场应该是佛多打的最轻松的一场 没有什么悬念的 这个血量跟晕点同时拉满 就跟SAKO的这个血压计一样 我强烈建议这些老年人 尽量还是不要跟佛多交手 跟佛多交手对身体不太好 对吧 太紧张了 血压要拉泡了 很危险 但我觉得他们可能打的还是蛮放松的 从表情上面来看是这样子的 那他们这个阵容的话 其实也没办法 对吧 你想四个人里面要上三个 那常守的角色肯定要出去两个的 你要不出去两个呢 那上出的那个必死 对吧 所以干脆就上两个 诶 你佛多只能杀一个 你杀不了两个 我剩下的那个神龙火虎 打你其他的选手都还OK的 好的 那上来的先锋战 佛多这边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悬念 上来先讨个开门红 那我们下期视频将会更新双方的一个中间战 那下期再见